4月16日,据房地产街报道,全非于3月12日签署了以24亿韩元 购买位于松亭洞中浪川一侧的房屋的合同 该建筑为小型建筑,地下一层,地上三层 全非将于6月份付清余款,正式成为这堵房子的新主人 现在娱乐圈里,像全非这样的20多岁的业主并不难找 此前又报道称,Ghost Day成员兼演于惠丽 于2020年12月31日,以自己创立的法人名义 购买了首尔江南区一三栋四层楼的土地 2021年3月30日,支付余款后,惠丽获得了施工许可 目前该建筑现有地下一层,地上四层 总面积499.88平方米 市场价格估计超过75亿韩元 来宾的Lisa最近也首次公开了价值75亿韩元的房子 据悉,Lisa以全额现金购买了该房屋 不仅如此,近日据报道称,Lisa已在美国购买了价值400万美元的房屋 这所房子是位于加州里福利山庄的一座新装修的庄园 房产记录显示,Lisa在今年3月中旬完成了这栋房子的交易 BTS最年轻的成员旧国,拆除了4年前以76亿购买的独栋房产 正在建造一栋五层豪宅,地下两层,地上三层 预计施工将于5月31日竣工 据报道,旧国全额现金支付了100亿韩元 包括房屋购买价和建筑费 此外,Seventy的DK还成立了法人 并于2021年在首尔江南区新沙洞购买了价值超过68亿韩元的五层楼 BTS猫内子鱼还曾以41亿韩元的价格 购买了位于台湾高雄市九山的卯高级阁楼 真正诠释了年轻且富有的人生 当然,爱豆买房的不在少数 他们努力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不断拼搏 实现自我的同时,还实现了财富自由 着实让人羡慕 爱豆还不舍,每日结束我最新韩语 欢迎你赞和订阅哦